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大山常年采药 也懂得一些医术 就配药给妻子喝 但一时喝了很多药依然没有怀孕 这让夫妻二人很是失望 一日 王大山在山上采药 就看到一个老汉坐在路边 老汉说道 这位小哥 我口渴的不行 能给我一口水喝吗 王大山赶紧从妖里取下水壶递给老汉 老汉就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 老汉喝好之后就把水壶还给了他 说道 看这位小哥的面相 今生只有一个子嗣呀 王大山一听来了兴致 说道 老伯 你说的可是真的 老汉说道 那当然是真的 而且你儿子已经出生了 什么 王大山感觉这个老汉是在开玩笑 说道 我和妻子成亲多年未孕 儿子怎么会出生呢 老伯不会是开玩笑吧 老汉说道 我说的是真的 你今生只有一个儿子 你儿子已经出生了 你千万不要错过 错过了就没有了 老汉说完就起身走了 王大山感觉这老汉就是在给他开玩笑 也没有当回事 摇摇头就往山上走去 当他走到一处山坳的时候 就听见一阵婴儿的啼哭声 王大山觉得奇怪 赶紧就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 就看见一个光着身子的男婴 男婴浑身通红 好像是才生出来没有多久 王大山顾不得多想 赶紧抱起孩子就跑回家去了 李氏见丈夫抱回了一个刚出生的小婴儿 就问他是谁家的孩子 王大山就把孩子的来历给他说了 还把老汉的话也对李氏说了 李氏听了很高兴 说道 这是上天赐给咱们的孩子 就给这孩子取名叫天赐吧 夫妻二人终于有了一个孩子 他们的世界也一下子亮了起来 抱着孩子爱不释手 王大山说道 你看这孩子生得纯红齿白 浓眉大眼 将来一定大有作为 王天赐长到三岁的时候 夫妻二人拿出省吃俭用攒下的钱 把他送到镇上的学堂读书 王天赐聪明伶俐 学习能力很强 十来岁就能写回话了 王天赐有一个同窗好友叫林文豪 林文豪的家就住在镇子上 林父是一个小商贩 家里的日子很是殷实 有时林文豪就会把王天赐带到家里吃饭 林文豪有一个双胞胎妹妹 公婆也相继离世了 就剩下这小两口相依为命 林素素为了让丈夫安心读书 就承担起了养家的重担 白天采药 晚上做女工 每日起早贪黑的劳作 身子骨也是越来越差 王天赐看到妻子的付出 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拉着妻子的手说道 娘子 你为我付出了这么多 我一定要发奋读书 让你过上好日子 林素素听丈夫这么说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说道 相公 我相信你 你一定能够大有作为的 夫妻两个紧紧抱在一起 感受着彼此的心跳 这日 林素素在山上采药 本来是晴空万里 却突然电闪雷鸣 狂风大作 暴雨倾盆而下 林素素还没有来得及躲避 就临成了落汤鸡 夏天的雨来得快 去得也快 暴雨下了一阵子 很快就停了 太阳也出来了 可林素素的衣服湿漉漉的 贴在身上特别难受 他看看四周无人 就躲在一棵大树下 把衣服脱下 准备把上面的水凝去 就在这时 突然就有一个男子的声音响起 林素素吓了一跳 赶紧把衣服捂在身上 他害怕地往四周看看 却没有看见人 林素素来不及凝水 就慌慌张张地把衣服套在身上 正要离开的时候 男人的说话声再次响起 这位娘子 请你帮我一个忙 我以后会报答你的 林素素看看四周 还是没有看见人 心里就更加恐惧 他举起手里的镰刀说道 你是人是鬼 我与你无冤无仇 你不要吓唬我 那个声音说道 我在这里 我现在受伤了 请你帮帮我 林素素顺着声音传来的地方看去 还是没有看见人 但他看到了令他毛骨悚然的东西 一条大白蛇就躺在草丛里 蛇的身上是伤痕累累 有好多鳞片都脱落了 大蛇用力地抬起头 嘴一张一盒地说道 娘子 我受了重伤 请你为我包扎一下伤口 把我放进一个水井里面 林素素第一次见到人类以外的动物 开口说话 而且还是一条冷血的蛇 他有些不可思议 心中虽然害怕 但也不忍心见死不救 就说道 好 我答应你 但你不要伤害我 大蛇说道 我不会伤害你的 放心吧 原来这条白蛇是天上的一条蛟龙 因为不语出了些差错被贬下凡间 要在水井里闭关修炼一段时间后 才可再回天庭 林素素听了很同情这条蛟龙 也不那么害怕了 他赶紧拿出自己采摘的草药 放进嘴里嚼碎 把这水滴在蛟龙的身上 再用麻叶子包裹 用麻绳缠住 因为蛟龙体型较大 而且全身都是伤 他忙了几个时辰 才把他身上的伤口处理完 林素素累得腰酸背痛 满头大汗 眼看天就要黑了 他拼尽全力把蛟龙扛在肩上 艰难地朝山下走去 山脚下有一口水井 他就把蛟龙放了进去 蛟龙进入水井之后 把头探出水面说道 谢谢娘子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的大恩大的我不会忘记的 说完就消失在了水里 翻起一个很大的水花 林素素回到家里 王天赐见他累得满头大汗 篮子里还没有药材 就有些奇怪 但林素素并没有告诉他原因 因为他觉得这是人家蛟龙的隐私 说出来终究不好 就随便编了一个理由搪塞了过去 一年后的春天 王天赐要进京赶考 家里没有盘缠 林素素没办法 只能回娘家借钱 如今父母年纪大了 生意上的事就交给了哥嫂打理 所以他只能找哥嫂借钱 王天赐是林文豪的同窗好友 又是他妹夫 他当然是要帮助的 于是就拿出银子准备给林素素 却被妻子张氏看到了 张氏是张屠夫的女儿 性格很霸道 也非常的势利 最看不惯的就是哪些穷书生 他一把夺过银子说道 你公婆买棺材的钱还没还呢 还有脸来借钱 你也别怪嫂子说话不好听 当初有大家公子相中你 你却不嫁就看上一个穷书生了 如今日子过成这样 也是你自作自受 不值得同情 林文豪见妻子这样胡闹 就怒道 她是我妹妹 做哥哥的帮帮她也是应该呢 你能不能这样说话呢 她就是个无底洞 帮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我告诉你 今日这钱就是不借 爱咋着咋着 林素素见哥嫂因为自己吵了起来 就说道 你们不要吵了 这钱我不借了 她说着就跑出了家门 林素素只有娘家这门亲戚 如今没有在娘家借到钱 她再也没有地方借钱了 林素素跑到山上 绝望地哭了起来 哭过之后 她就回到了家里 拿出娘家压箱底的两件首饰就出门了 她来到镇上的当铺 就把首饰当了 可只当了五两银子 林素素拿着五两银子就回家了 这点银子太少 林素素担心丈夫不够用 在外面作难 就去闺蜜孙燕燕家里借钱 孙燕燕不但不愿意借给她 还说风凉话 说她嫁了个穷书生 如今知道日子难过了吧 林素素含泪离开了孙燕燕家 她怕丈夫看到她的样子会担心 在进家门之前 她就擦去眼泪 面带笑容地进了屋里 因为银子太少 林素素就把家里所有的面粉 都烙成了饼子 把仅有的一点米也煮成了干饭 都让王天赐带着 王天赐说道 娘子 我把这些吃吃都带走了 你怎么办 她从包袱里掏出几个饼子 要留给林素素吃 林素素坚决不要 又把饼子塞进了她的包袱里 说道 穷家富禄 相公出门在外不容易 这些东西你带着 我在家里饿不住 你就放心吧 王天赐说道 娘子 我走了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考试完了就回来 夫妻二人说着深情的话语 难分难舍 王天赐走后 林素素过得很艰苦 每日吃野菜度日 还要干很重的体力活 身体吃不消就病倒了 她脸色蜡黄 瘦得皮薄骨头 她的母亲王氏听说后 就瞒着儿媳妇来看望女儿 王氏看到女儿的样子 鼻子一酸就流下了眼泪 说道 我苦命的女儿呀 当初就不应该让你嫁到王家 如今你受这么大的苦 林素素却安慰王氏说道 娘不要难过 相公进京赶考了 若是能高中 女儿的苦日子也就到头了 王氏说道 这种事情可不好说 万一中不了 你这辈子就完了 娘 我相信相公的才华 一定能高中的 您就放心吧 王氏说道 我也希望她高中 可不是件容易事呀 王天赐一走就是几个月 王氏就经常来接济女儿 她儿媳张氏知道后就不一了 张氏就来找林素素大闹 让她还钱 林素素没有钱 只能给嫂嫂说好话 嫂嫂 等我家相公回来了 一定加倍偿还的 恳请嫂嫂再宽限几日 张氏说道 她一个穷书生 连自己都顾不住 还双倍返还 我不要她双倍 只要把欠的钱如数奉还就行了 就在这时 王天赐却身穿这状远服 骑着高头大马回来了 后面还跟着一群官差 围观的众人一看都惊住了 张氏也是惊得目瞪口呆 立刻就变了一副嘴脸 说道 哎呀 我就知道我这媚夫不简单 一定能够高中的 今日嫂子来就是 为你接风洗尘的 众人一看都议论纷纷 说这张氏变得也太快了吧 王天赐从众人的议论中 就得知了事情真相 但他心情好 就没有与之计较 如今王天赐考上了状元 皇帝派遇前是为护送他回来 是要给赏银的 可王家一贫如洗 什么都没有 这可愁坏了夫妇二人 就在二人想着 如何凑这笔赏银的时候 林素素的好姐妹孙燕燕 就来到了家里 还送来了几十两银子 林素素很感动 说道 太谢谢你了 这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孙燕燕说道 咱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姐妹 在这个时候我不帮你 谁帮你 不要给我客气 只是你以后做了官夫人 不要把我这个穷姐妹忘了就行 王天赐有了银子 就给那些侍卫发了赏钱 又把燕席款待了他们 和当地的各界名流 人们都纷纷恭维王天赐 王天赐也是风光无限 王天赐在当地做了支县 林素素就成了支县夫人 以前看不起他们的那些亲戚 都纷纷上门攀亲 林素素并不与他们计较 谁来了都会热情款待 再说孙燕燕帮了他们大忙 林素素就去孙燕燕家里感谢她 孙燕燕也经常到林素素家里做客 俩姐妹之间的关系又回到了没有出嫁之前 这年清明节 王天赐就带着妻子回乡下给父母上坟 走到山脚下的那口井时 王天赐就说道 这口井有很多年了 我小时候就经常来这里 他在井口看人影 他说着就走到井旁 他身头一看就大叫一声 娘子 你快过来看呀 这井里面是什么东西 林素素觉得奇怪 赶紧跑到井口去看 他刚把头伸过去 身子重心不稳就掉了下去 王天赐大哭 娘子 娘子 哭了一会儿 他才跑到村里去叫人 说林素素不小心掉进井里了 村民们一听赶紧拿着扁担 省索去捞人 可打捞了几个时辰 也没有打捞到人 林家听到噩耗也赶了过来 可始终找不到林素素的遗体 王氏想到女儿之前受的苦 如今日子好了 他却出了这样的事情 心中就悲痛万分 一下子就晕倒了 王天赐跪在岳父和大舅哥面前忏悔 说自己没有保护好妻子 他甘愿接受任何惩罚 林家人知道小夫妻感情好 出了这样的事情谁都不好受 他们不但没有怪王天赐 还反过来安慰他 王天赐说道 虽然娘子不在了 以后咱们还是一家人 不会好好孝敬岳父岳母的 林素素的尸首找不到 王天赐只能用他生前的衣物 在这口水井旁边为他做了一关种 林素素离开之后 王天赐一度非常的痛苦 时常跑到坟前痛哭 他还经常去看望林家老两口 说起妻子就是泪如雨下 林家人见王天赐对他们很好 就非常的感动 也劝说他走出来 取个天房好好过日子 王天赐说道 世上再也没有比娘子更好的人了 娘子永远落在了我心里 再也装不尽其他人了 再说林素素去世没有多久 孙燕燕的丈夫也突然暴毙而亡 孙燕燕的婆家是大户人家 就这么一根毒苗 没想到就突然死了 他们就怀疑儿子不是正常死亡 就去县衙报官 王天赐一听人命关天 还是孙燕燕的丈夫 就不敢怠慢 赶紧带着五座燕师 燕师的结果就是突发心脏病而亡 并非谋害 孙燕燕的婆家人心里仍有疑惑 但也只能接受现实 孙燕燕的丈夫死后 孙燕燕尽到了一个儿媳的责任 对公婆很是孝顺 自己心里难受 只能在背地里偷偷抹眼泪 人心都是肉掌的 婆家人对孙燕燕的所作所为 很是感动 婆婆就劝她再走一步 毕竟她还这么年轻 不能把青春都白白浪费了 孙燕燕说道 一女不嫁二夫 我这辈子就是相公的人 婆婆说道 你还年轻 以后的日子还长的呢 应该找个知冷知热的人 好好过日子 如今我儿子不在了 你对我们这么好 我们也不会亏待你的 若有何事的 我们老两口就会把你当作女儿嫁出去的 孙燕燕听了婆婆的一起话 也是感动得稀里哗啦 婆媳二人抱头痛哭 临诉诉离后 孙燕燕也经常去看望林家父母 林家父母也把她当作女儿一样看待 如今她也是孤身一人 林家父母就很担心她 劝说她再往前走一步 孙燕燕说道 哪有那么合适的呀 要是嫁个良人还好 要是嫁个渣男还不如不嫁呢 王氏突然灵光一现 就想到了自己的女婿王天赐 说道 天赐这孩子人好 孝顺 可我那女儿没有福气 这么早就离开了 她说着又是老泪纵横 孙燕燕赶紧给她擦泪 说道 素素是个善良的女子 王之县也重情重义 这么好的一对夫妻 就阴阳两格了 素素走了 对王之县的打击肯定很大 没有素素她以后咋活呀 孙燕燕说着也抹起了眼泪 王氏擦干眼泪说道 适者已是生者如斯 走的人已经走了 活着的人还要好好地活下去 你和天赐都是苦命的孩子 你俩要是结为夫妻 相互陪伴 那也是一桩绝佳的良缘呀 孙燕燕赶紧说道 大娘 这可使不得 我是一个寡妇 怎么能配得上王之县呢 王氏说道 你们都是善良的孩子 等天赐来我就问问她 她要是同意 你俩就一起过 相互安慰 也不这么痛苦了 王天赐在来邻家的时候 王氏就把自己的想法 对王天赐说了 王天赐一听就哭了起来 说这辈子只爱林素素 不愿意再娶 他越是这样 林家人越是心疼他 在林家人的一番劝说下 王天赐最终还是同意了 说道 我没有了父母 你们就是我的亲生父母 我的婚姻大事 由父母做主就是了 在林家人的周旋下 王天赐就八台大叫 把孙燕燕娶回了家 孙燕燕的婆家 给了她丰厚的陪嫁 二人的婚礼办的 也是风风光光的 成亲之后 夫妻两个十分的恩爱 可王天赐的心里 总是隐隐不安 因为孙燕燕太过美艳 又风情万种 她总是担心 她会做出什么事来 就开始控制 她的人身自由 让丫鬟一刻不离的 跟着孙燕燕 后来她就越来越过分 居然把孙燕燕 锁在房里不让出来 吃喝拉撒都在房间里 孙燕燕本来就是个爱玩的人 王天赐把她锁在屋里 她感到生不如死 在屋子里又摔又砸 一日三更 王天赐回到家里 当她打开房间门时 就看到一个年轻男子 坐在她的床上 却不见妻子的影子 她恼羞成怒 抽出一把尖刀 就朝男子刺去 男子还没有来得及躲闪 胸口的鲜血就喷涌而出 倒在血泊里就一命呜呼了 王天赐作为朝廷命官 居然知法犯法 他知道自己是逃不掉的 就叫下人到知府衙门报案 知府大人带人来捉拿王天赐 并对死者的尸体进行检验 却发现这个尖夫居然是个女人假扮的 就大惑不解 让王天赐仔细辨认 看他认不认识这人 王天赐也是很奇怪 当他看清死者的真面目时 吓得两腿直哆嗦 一下子就瘫坐在地上 哭道 娘子 怎么会是你呢 好好的你为何要女扮男装呀 知府大人从王天赐的哭诉中 也得知了事情真相 孙燕燕本来没有奸情的 但总是被王天赐怀疑 孙燕燕为了气她 就把男装坐在床上 没想到却被王天赐 当成奸夫刺死了 知府大人说道 夫妻之间没有相互信任 无端猜疑 真是害人害己呀 这孙燕燕也是死得太不值了 知府的话音刚落 就有一个女子走到堂下 说道 孙燕燕死有余辜 他又指着王天赐骂道 你这个臣是美 妄恩负义的东西 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你居然处心积虑地害我性命 王天赐看到来人时 有一次瘫软在地 吓得浑身直哆嗦 你 娘子 你不是死了吗 林素素说道 你这样的恶人都没有死 我怎么能死呢 原来林素素 是为王天赐推进井里的 是那条蛟龙救了他 蛟龙本来可以直接惩罚王天赐的 但他是戴罪之身 不能随便杀人 于是就悄悄调查真相 收集证据 找到了林素素死亡的真相 林素素今日来 就是要揭穿王天赐和孙燕燕的阴谋 说道 你们这对狗男女 为了狗和害了两条人命 报应来得真是快呀 林素素拿出了 王天赐和孙燕燕谋害人命的证据 还找来了证人 王天赐再隐瞒也毫无意义了 就交代了他与孙燕燕的阴谋 王天赐当上支县之后 风情万种的孙燕燕 经常去找林素素闲聊 时间已久 孙燕燕就与王天赐勾搭在一起了 二人为了做长久夫妻 王天赐就诱骗林素素到井边 把他推入井中 不久后 孙燕燕也把自己的丈夫害死 王天赐为了隐瞒真相 对林家父母非常的孝顺 孙燕燕对公婆也很好 他们的假情假义 成功地打动了两家人 二人在他们的凑合下 就顺理成章地做了夫妻 本来这事也就过去了 但王天赐的心里 总是过不去那个坎 孙燕燕为了跟他在一起 害死自己的丈夫 在他的内心深处 孙燕燕就是一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他害怕自己不孙燕燕前夫的后尘 于是就把孙燕燕囚禁起来 不让他与外人接触 王天赐也没有想到 孙燕燕会假扮男装来气他 结果酿成命案 事到如今 王天赐的肠子都毁清了 可身上没有卖后悔药的 他只能为自己的贪婪和自私 付出惨痛的代价 林素素把自己的大好青春 都献给了王天赐 没想到却遭遇双重背叛 还差点丢了性命 此时的他已经看破红尘 就去山上出家围尼了 可他还没有来到尼古安 就碰到一个身穿白衣的英俊男子 男子说道 娘子 嫁给我好吗 林素素看着素不相识的男子 也是吓了一跳 正要骂他流氓 男子却拉住他的手 逃到了那口井旁 原来男子就是他救下的那条蛟龙 因为他在下界表现得好 女帝就赦免了他的罪 让他去东海做龙王 保护一方平安 还可以娶妻生子 白衣男子说道 娘子 我愿意一辈子呵护你 咱们做一对神仙眷侣 你愿意吗 林素素娇羞地点点头 说道 我愿意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